臣请殿下隔出我二人之职 以离间孤之之罪斩首宫门 姚崇宋景两位名臣主动请求斩首自己 是因为太平公主要回来了 这离间之罪总得有人要背 老臣张月建议把这些事推给姚崇宋景 可李隆基良心过不去 甚至都不想当这个太子了 我不当这个太子了 我不当这个太子了 没想到这两人主动揽则 他们认定李隆基会成为旷世明君 会使唐朝富强 达到唐太宗李世明的功绩 殿下不要忘记 您将是忠心唐室再创真观的大唐皇帝 殿下太平公主想要做第二个武后 而臣等却期望殿下做第二个太宗呢 保住李隆基就是保住唐朝盛世 他们劝李隆基不要前功尽弃 殿下如有不忍之心犹豫不决 陛下一定会受太平公主之蛊惑 令李太子啊 到那时一切都将化为一场噩梦啊 如果李隆基失去了太子之位 他们一定会受到太平公主的报复 一定被陷害致死 不如先下手主动求死 而皇帝李诞生性懦弱心软 未必会真的杀他们 这是唯一的求生之路 李诞再次见到了自己妹妹 非常激动 两人相拥而弃 发誓再也不分开 太平公主趁机质问李隆基 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你知道是谁吗 侄儿知道 谁 是姚崇和宋景 李隆基甚至请求父亲 立即斩首二人 没想到李诞立刻否定 这两个人都是宰相 怎么能问死罪呢 只是把他们贬出了长安 李诞看解开了妹妹和儿子的误会 很开心 这才是一家人吗 让自己最亲近的两人一起治理国家 太平公主立刻恢复了协封官制度 还把之前贬折的官员都恢复原职 几个重要官员还当上了宰相 七个宰相有四个是他的人 此时太平公主的权势达到巅峰 可他太担心李隆基了 这个人心思缜密 诡计多端 太平公主深夜联合几个亲戚 伪造赵叔 想趁李诞外出之际 强行废掉李隆基的太子之位 而这一切被他儿子薛崇俭听得清清楚楚 薛崇俭很慌张 就偷出了诏书 找到了将军陈玄礼 问他怎么办 陈玄礼早先跟随为后 后来倒戈到了太平公主一边 如今他更认可李隆基的才能 料定太平公主会成为第二个心狠手辣的女皇帝 这一晚天降会星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都很高兴 都认为找到了机会 太平公主带来一个和尚 告诉皇帝李诞 天降会星 预示着皇太子要篡位 应该赶快废除 还没到李诞做决定 李隆基也带来了一个和尚 他说天降会星 是预测妇人专权 会压制皇权 太平公主一下子急了 开始疯狂争论 李隆基却直接拿出了那封伪造的诏书 父皇 你看 姑母已经背着您伪造密诏了 难道还不算擅自专权压制皇帝吗 李诞会怎么做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